美国不但对中国关税施加压力 也对多国寄出了钢铝税 而现在白宫又表示 川普指示财政部门 考虑对进口汽车以及零验征收关税 川普在和美国商务部开会时 要求对包括卡车以及汽车零件在内的 进口车产品进行检查 和进口钢铝课税一样 这项税收同样都是由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授权 川普向财政部下令 一旦调查认定进口汽车危害国安 便能依法课征税收 这项税收需要几个月的评估 并提出国防安全的依据 才能认定有无增加税收的必要 白宫表示 这项措施应该是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 促使新的北美自贸协定谈判 竞速完成 川普也在推特预告这件事 他表示 对伟大的汽车劳工来说 很快就有重大的消息出现 川普认为 这是降低本国劳工失业率的方法 美国销售的汽车中有高达四分之一的进口车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访问消息来源的看法 他们都认为这项计划将面临贸易伙伴和进口车经销商的强烈反对 不仅如此 这项措施也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 这项提案可能使美国和贸易伙伴的关系恶化 甚至可能使原本已经贸易紧张 震荡的金融市场再现波澜 华尔街电视新闻段友如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